各位朋友,我們上集就講到秦國想用十五座城池換取趙國的寶物, 稀世真寶和是碧,但是一向秦國都是恥強凌虐, 很多時候都是講過不算數,但是你又催他不將, 因為他最好打,他就算不講口次,你去教訓他,你有沒有這樣的實力。 所以趙王就在想,這個十五個城池很吸引, 但又不是很信得過秦國,那究竟怎樣做好呢? 他最後當中有一個宦官首領妙言, 推薦了門下有一位朋友,門客,食客,叫論相遇, 就跟趙王說,這個論相遇是非常有志謀的,不如派他出去, 就特使帶這個和士碧,看看可不可以成功換到秦國的十五個城池。 那麽論相遇就答應,如果秦國不肯給城池, 他一定可以令到這個和士碧懸逼歸召, 就不會有任何的損傷,也都不會被秦國是可以奪去的。 但其實這個任務也是非常艱辛的。 因爲你深入敵陣,去到秦國拿著和士碧, 他強迫你交出去,或者用身邊派一些兵士圍著你, 逼你交出來,你都很難反抗的。 或者秦國就說,我很有誠意跟你換的, 你又不給一塊逼他,那你又於理又不合。 那好了,到你給了一塊和士逼他, 他到時就拖一下,哄一下, 當不斷地拖延,不斷地當沒件事。 或者他說,扮沒記性,我有這樣說過嗎? 他到時,你又真是吹他不像,你打他嗎? 你又不夠他抽,你是又在別人的地盤那裏。 那究竟論相遇,怎樣去面對這個秦王呢? 那我們今集就繼續講下去了。 那麼,這裏就講秦王座張台見相遇。 那張台就秦國,就是宮殿裏面那個大廳, 就是秦王呢,接見群臣的地方。 就接見這個論相遇。 那相遇奉壁,奏秦王。 那麼,論相遇就拿著一塊和士壁, 就向這個秦王稟布了。 那麼,這個奏,我們一向就說, 可能是通知,上奏的意思。 那麼,在這裏演奏的奏,意思是獻上的意思。 那麼,秦王見到這個論相遇,拿著這個和士壁,就大起。 秦王大起,傳以示美人及左右, 將這塊和士壁拿來看起, 覺得真是稀世的珍寶, 並且,將它傳給旁邊的美人, 還有左右的那些神下,給他傳來看。 左右皆夫萬歲。 那麼,左右的群臣都是, 覺得很正。 亦都是感謝這個大王, 所以都在這裏歡呼萬歲。 非常之高興。 那麼,相遇是秦王,無意常召成。 那麼,論相遇見到, 秦王根本就不認真, 根本拿了一塊和士壁, 想據為己有。 但是,是沒有這樣的誠意, 是去賠回那些城池, 給趙國去交換。 那麼,論相遇見到這樣的狀況, 乃錢約, 就呢, 去到秦王的前面, 就對秦王說, 大王,這塊和士壁有瑕疵。 壁有瑕, 請指示王。 不如我指出給你看看。 雖然這塊壁是很美, 但其實都有一個瑕疵的。 不如我幫秦王提一提, 不如我指出那塊壁有哪裏是不完美的。 那麼,秦王聽到之後, 就很自然, 把那塊和士壁拿回給論相遇。 那麼,論相遇拿到那塊壁的時候, 立即刻卻立, 相遇因此逼卻立, 拿著一塊和士壁, 立即退後幾步, 站在那裏, 以柱, 捱住柱, 路髮上衝冠。 我們如果讀過這個岳飛的滿江熊, 就是路髮衝冠貧難處。 路髮衝冠就說, 生氣到頭髮豎起了, 是頂起頂帽。 頂帽都隔起了。 形容是極之憤怒的。 就大聲地秦王說, 大王欲得逼, 使人發書至趙王, 趙王識趙群神以戒若秦貪, 扶其強以空言求逼, 想誠恐不可得, 以不欲予秦壁。 這句話怎麼說呢? 他很生氣,去到秦王說, 大王,我想跟你說, 當你和我們國家 想拿這個和士壁的時候, 派人發信給我們, 在秦王的時候, 秦王就召集中大臣一起商議。 我們很多大臣都說, 秦國很貪, 持住他的強勢, 以空言求逼, 即是說, 不是實實在在, 是遵守諾言, 去到拿和士壁, 空言即是說, 吹水, 不沒有誠意, 不講誠信, 尚誠恐不可得, 即是說, 大王, 我們這個秦和都信不過了, 如果我們給他一些誠信, 恐怕什麼都拿不到。 以不辱, 與秦壁, 大家都決意了, 或者討論過, 大部分的意見都是, 不想將這個, 或者覺得不應該將這個和士壁, 是給秦王, 即是大部分的大臣都反對的。 但是我又怎麼看呢? 神以為布依之交, 尚不相棄, 但我堅決覺得, 應該送這塊和士壁來,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 作為一般平民的交往, 都講過信用, 都不會互相欺騙對方, 何況是, 一個秦國, 你們秦國這麼大的國家, 一定不會失信於人的。 且以一壁之故, 亦強秦之歡不可。 所以呢, 我們段段, 作為趙國, 亦都不應該, 因為一塊和士壁, 激怒了秦國的。 我也覺得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呢, 我們趙王是怎麼做呢? 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 趙王呢, 於是為了要送這個和士壁, 是齋戒, 齋戒的意思就是, 在古人祭祀之前, 一定是沐浴更衣, 節制飲食, 表示虔誠, 這就叫齋戒, 那就是可能是, 不要吃肉, 或者吃少點東西。 是趙王, 齋戒五日, 足足, 使臣奉壁, 派臣, 就拿著和士壁, 連著信件, 即是國書, 拜送書於庭, 拿著國書, 就去到秦王的大殿上, 是表示我們的誠意。 託者,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嫌大國之威, 以修敬也。 嫌的意思在這裏, 不是說嚴格, 或者是一個形容詞, 這個是表示一種態度, 就是說, 嫌的意思是表示尊重和敬畏, 是尊重大國的威嚴, 所以, 是表示敬畏的, 以修敬也。 修敬即是表示敬畏。 今神志, 但今日呢, 我呢, 倫相宇來到這裏, 大王見臣列官, 指大王召集群臣, 列隊在哪裏呢? 就是一般的臺官, 這個官是指一般的地方, 原來就是張臺這個地方, 是皇宮的裏面的一個臺官, 宮中的一個普通的地方, 可能是普通的一個偏廳, 不是一些屬於大殿來的, 原來這個張臺, 不是這個秦國的廟堂, 或者秦國的大殿, 不是什麼什麼殿什麼殿, 純粹一個台官, 一個可能是一個, 不是正殿的地方, 禮節神居, 非常傲慢, 不要盡到接待其他國家大臣, 或者使者的規矩禮貌, 得逼全之美人, 你拿到一塊和士碑, 將它傳給旁邊的美人美女去看, 簡直是棄弄我, 這種做法是很輕浮輕挑, 不認真地, 神官大王無意嘗, 趙王承入, 我都感覺到大王, 都沒有誠意, 讓我們趙國承辭, 去交換和士碑, 所以沒辦法, 我就要拿回和士碑, 如果大王必欲急臣, 這個急不是心急, 是一個動詞, 就是威逼迫伯, 即是如果大王真的要逼我, 我唯有怎麼做呢? 神頭甘予逼, 驅遂於處矣, 我們剛才說, 論相宇就退後幾步, 就捱到某柱裡, 他現在拿著和士碑, 就說如果大王要逼我, 去搶我身上的和士碑, 我唯有跟這個和士碑, 玉石俱焚一齊, 頭就撞到柱柱裡, 大家一拍兩散, 我們都看到論相宇, 是非常機智, 另外非常勇敢, 以及異正辭嫌, 指出秦皇的不是, 還有最後, 他是滿住死的心態, 也要捱衛趙國的尊嚴, 也要捱衛和士碑, 不會讓秦皇以一個很輕浮輕挑, 不認真的態度, 得到這塊和士碑, 論相宇絕對是非常勇敢的大臣, 不畏強權, 也是為國家爭取到尊嚴和面子的, 但是他這樣的態度, 秦皇會不會就這樣算呢? 這個態度那麼囂張, 態度那麼差, 竟然在秦國的地方, 指出我寡人一筆死? 我一定會好好對付他, 究竟秦皇是否在下一集, 會好好收拾這個論相宇呢?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